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年的5月8號 三歲的余小妹妹在斑馬縣發生車禍死亡 當然余爸爸很傷心的說到 他不曉得下一個受害者 會不會是我們最親的家人 我們最好的朋友 結果我講完以後 早上在昨天 又有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公公 一樣又在斑馬縣被公車撞死 先看統計數字 日本的人口是台灣的五倍 可是日本在車禍死亡的人數比台灣還低 如果用每十萬人口來計算 我們台灣的車禍死亡人數 應當是在日本的五倍以上 我以這個我在台北市的經驗 有一次我們在養德大道出了車禍 那一次就撞死四個人 後來我就要求我們的交通局做個研究 結果發現五年有700次車禍 那將來經過五個月的整理 包括交通耗製什麼再弄一弄 第二年同期的時間再檢查一遍 我們車禍傷亡人數下降了60% 後來我跟我們的交通局在講 我說養德大道每年都有文化大學學生 在上面發生車禍死亡 那如果我們早一點去做這個計畫 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遺憾 所以結論是這樣 政府不是沒有花錢 但是政府應當更注重統計數字 做一些基礎的工作 真正把道路的交通安全提升 交通安全不應當只是個口號 不應當只是一個願景 它應當是一個可以讓人民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安全 政治的核心還是執行力 我想不會有人希望車禍增加 但是希望大家願意包括政府 花更多的力氣去把它做好一點 花更多的力氣去把它做好一點 在家里的環境上 上來這麼辦 自然想要求政府 在家里的環境上 在家里的環境上 衛生横 在家里的環境下 YES 希望你